那些想去抓鳄鱼的朋友 先别着急着去沼泽狩猎 不然就像眼前这两个倒霉蛋 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 在第一天抓的都是小鳄鱼 可在沼泽老猎手的帮助下 狩猎到的就备有一条小的 所以要先找人来指导一下 随着捕鳄剂的时间逐渐减少 今天也到了第一周的最后一天 猎人们为了让自己的排名上升 都做了不一样的安排 比如阿什利和安娜还是准备前往 特洛伊狩猎地点的附近 这也让沼泽之王决定去见一下他们 并与两人进行一番友好的交流 随着特洛伊的废话讲完后 阿什利和安娜便开船出发 进行属于自己的狩猎 随着两人逐渐深入沼泽 阿什利和安娜也看见了自己的陷阱 发现现实崩直的后 便立马开船靠近 安娜也顺势将绳子从水中拉起 并直接就把鳄鱼拉出到水面 而这条鳄鱼刚出现就想上船 但在安娜的操作下 不仅没有成功上船 还让阿什利在一边找到了机会 直接就是给其赏了一粒花生米 九英尺的鳄鱼 两人对自己的排名上升 变得更加有信心 而在另一边的丹尼尔·埃德加 带着自己的孙子多利安 前往了一个富寮的河狱 那里已经有十年没人去狩猎 所以两人十分相信 那里充满了怪兽 而为了保证只抓到巨鳄 丹尼尔想了一个计划 那就是将陷阱布置得高一点 让陷阱上的幼儿只能被巨鳄咬到 毕竟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解 鳄鱼在水中只能跳到自身的三分之一 而离水面三英尺的幼儿 就可以保证至少抓到的四条九英尺 而如今正是来查验结果的时候 可当两人到达第一个陷阱后 多利安一把将鳄鱼拉出来发现 这条鳄鱼比想象的要大 但还是被多利安给死死的控制 让丹尼尔顺利的将其击杀 将这条鳄鱼拉上船时 两人发现这个陷阱触发保底了 上钩的刚好四条九英尺的鳄鱼 虽然并不是让两人很满意 但至少证明了方法是有用的 据两人几十英里外的地方 猪排和拉伦经过最开始的惨败后 立志要在今天将排名上升 并且还要明列前茅 而为了成这一目标 两人立马就开始要与第一条鳄鱼战斗 猪排再将其拉到水面上后 随着这条鳄鱼的死亡 两人发现这只有这九英尺 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但两人还是需要更大的鳄鱼 来让自己的排名可以稳步提升 而在另一边的特洛伊和泡菜 前往了一处名叫戴斗伍德的地方 这里是一片非常深的沼泽 而且还有数量十分可观的鳄鱼 但如今的这里不再像以前一样深 从眼前这棵树就可以看出 上面的那个锥筒 是在1973年放的 而如今的水位却比当时矮了20英尺 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今的生态环境 正在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变化 两人就这样一路闲聊 很快就到了第一个陷阱前 泡菜立即上前准备拉绳子 但却卡在了树枝上 只能冒着危险将手伸入水中 将绳子解救出来后 立马就奋力拉扯 在搞定这条鳄鱼后 特鲁伊为了节省点力气 立马就将脚盘拿了出来 将这条鳄鱼缓缓地从水中拉起 虽然第一条鳄鱼十分的巨大 但这也代表着这里充满了危险 两人必须要小心应对这里发生的一切 不然很有可能再也回不去 而在另一边的阿什利和安娜 在特洛伊附近狩猎的两人 如今已是收获满满 这也让两人觉得自己可以生出 但沼泽之王的位置 并不是那么好替代的 为此两人必须要更加的努力 去对付每一条面对的鳄鱼 随着这条大鱼的浮现 可在将其击沙拉出水面后 发现这条鳄鱼并不大 仅有这八英尺的大小 这令两人无比的失望 但毕竟已经将其击杀 如今两人只好接受这件事实 与此同时的多利安和丹尼尔 已经将所有的陷阱都调整完毕 如今只剩下查看每一个诱饵 很快两人就到了一个有惑的陷阱前 多利安立马就将绳子从水中拉起 但却发现这里并没有鳄鱼 这让两人立马就感觉到不对劲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也只能先将鸡腿重新挂好 可陷阱连续都是这样 让两人不得不仔细观察 看看发现场的一切细节 丹尼尔则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直到这是浣雄做出来的 于是连忙就从船上拿出了辣椒粉 并将其撒在了鸡腿上 甚至还将其搞到了岸上 虽然不知道两人为什么这样做 但结果很快就会展现 而在另一边的拉伦和猪排 正在试图寻找到那些巨恶 来让自己成为这次比赛的佼佼者 不然两人和那第一名的奖励 将会彻底的有缘无分 随着两人靠近了新的陷阱 猪排立马就将绳子拉起 并将在水中的鳄鱼拉出 看着猪排那有些绝望的眼神 就知道这条鳄鱼英尺跑掉了 而且还是在竞争最激烈的时候 这让猪排变得十分沮丧和难受 但这事情已经发生 两人又没有带三脚钩 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事实 而在另一边收购商达飞加 阿什利和安娜两人 结束了今天的行程 可收获虽然有很多 但是却没有一条是超过9英尺 这让两人十分地难受 可这时特洛伊也带着鳄鱼来了 他的收获却和阿什利截然相反 不仅大部分要用到叉车 而且就算最小都比他们的大 这让阿什利有些难受 但却也没有什么办法 随着今天的结束 每个队伍的结果也出来了 特洛伊成功地爬到了第一 阿什利和威利父子的差距也变大了 随着新的一天到来 阿什利和安娜再次来到了 特洛伊家附近进行狩猎 但今天他却做出了改变 他带了一艘小的船只 虽然不知道两人是在做什么打算 但看着阿什利那胸有成竹的样子 肯定认为今天可以满载而归 随着两人的不断前进 他们来到了一个十分狭小的河口 并将那艘小船放在了岸上 随后两人便离开了这里 而在另一边的拉伦和猪排 也想出了一个办法 来让自己的赛季进入高超阶段 而他们的办法就是 将沼泽老手布鲁斯找来帮忙 希望可以在他的带领下 完成从最差到最好的逆袭 而布鲁斯对此刚好也有此想法 因为去年沼泽中的飓风 让他没有完成所有的标签 很快他就到了一处陷阱前 立马就上前将鳄鱼拉出了水面 虽然这是条漂亮的巨额 但帮助两人来完成逆袭 至少还需要15条这样的鳄鱼 而在另一边的丹尼尔和多利安 昨天在陷阱上撒完辣椒粉后 今天就是来查看结果的时候 看看那些浣熊会不会被劝退 但丹尼尔对此却充满了信心 随着两人逐渐靠近陷阱所在 发现上面竟然有条鳄鱼 靠近后多利安立马就将其拉了出来 发现这条鳄鱼的劲还真不小 而且还十分的活跃 这让丹尼尔十分的开心 直接就奖励了鳄鱼一粒花生 将这条鳄鱼解决后 两人立马就将其往船上拉 看着这条十分巨大的鳄鱼 两人那十分的开心 多利安也没想到 辣椒粉竟然有用 而且那些鳄鱼好像也很喜欢吃 对此丹尼尔则表示你还年轻 与此同时在戴德伍德的两人 遇到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这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被睡莲给霸占 这对两人检查线路和狩猎鳄鱼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于是特洛伊将船停了下来 对着泡菜说要在前面看好路 不然很有可能撞到一些树木 随后两人便再次出发 可在开始走没有多久 特洛伊就将船开撞树 泡菜在前面这么喊都没有用 对此特洛伊只是尴尬地继续开 很快两人就到了陷阱面前 泡菜看着那涟漪的水面 十分激动地就将其往上拉 因为他知道下面肯定是条巨鳄 可在将其击杀后泡菜尴尬了 因为这条鳄鱼仅有这七英尺 根本达不到巨鳄的标准 而且这条鳄鱼还会影响到俩人 但如今只能赶紧前往下一个地点 而在另一边的阿什利和安娜 则希望在狭窄的河道树莲 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如今的名次 但想着这条船穿行得太困难 可两人现在将希望全放在了这里 只能强行地继续往前走 而两人刚走出那狭窄的河道 就看见了之前布置的陷阱有货 于是安娜立马就上前拉绳子 将这条鳄鱼安门送去睡着后 两人立马就将其往船上拉 好不容易就将半身子弄上船 安娜手中的绳子突然断了 但现在没时间拿新的 连忙就上前继续往船上搞 把鳄鱼好不容易拉上船后 安娜也泪瘫在了一边 但像这样的鳄鱼正是两人想要的 而在19英里外的地方 拉伦和猪排如今的收获有了变化 布鲁斯将自己的经验和技巧 告诉了这两个天天倒霉的人后 他们成功抓到了几条巨鳄 虽然如今的发展很好 但还是不足以帮助两人完成逆袭 不过这也让两人重燃了信心 面对全新的鳄鱼时 不再像之前一样觉得这是条小的 反而拿出了全身的技巧 与那凶猛的鳄鱼进行战斗 虽然这条鳄鱼的死亡翻滚用得很好 但是却忘记了还有绳子的存在 直接把自己给捆在了船边 让拉伦直接就一枪给解决 将这条鳄鱼拉上船后 两人立马就兴高采烈的 向着下一个目标前进 而在不远处的沼泽老人布鲁斯 将拉伦和猪排的技术提高后 不仅为两人抓到了鳄鱼 甚至如今还在不断地努力 在不断地前进中 突然就看见了早已崩制的线 随即就将武器拿在了手里 并将在水中的鳄鱼拉出 将这条鳄鱼的嘴巴封上后 立马就用脚盘将其拉上了船 而如今的布鲁斯收获泼风 完全就可以帮助两人 把平举止给直接拉到九分以上 而在另一边的丹尼尔和多利安 在给诱尔撒过辣椒粉后 就再也没有见到 被浣熊袭击的陷阱 并且还从那些上面抓到了鳄鱼 不一会两人就到了一个陷阱前 但这个陷阱的绳子 却缠在了树枝上 对此多利安不得不上前解开 但这竟然已把鳄鱼给拉了上来 将这条鳄鱼击杀后立马就开始拉 这途中多利安甚至还亮了一下 发现这条鳄鱼竟然有着11英尺 而这刚好证明了他们的计划的成功 与此同时的戴德伍德沼泽中 特洛伊和泡塞查看了众多陷阱 可却发现很多都是空的 唯一有的竟然还是条7英尺的鳄鱼 这让两人感觉糟糕透顶了 于是两人跑向了另一边 准备先查看那边的陷阱 而刚刚好第一个看到就是有货的 两人连忙就开始靠近 泡塞也立马就将绳子拉起 将那条许久不见的鳄鱼拉出 虽然抓到条鳄鱼两人很开心 但这条9英尺的却不符合两人 因为这条鳄鱼无法抚平 由于7英尺带来的差距 而在另一边的安娜和阿世利 将船换成了那艘小船 开始深入那些更加狭窄的河道 但这艘船也有着自己的劣势 那就是无法将鳄鱼弄上船 如果硬要搞上去船会翻 随着俩人在河道中的前进 看见了不止的第一个陷阱 而且上面好像还有这鳄鱼的存在 安娜立马就将绳子拉起 但由于船只太小有点施展不开 搞得船都差点给干翻了 但好在两人的控船技术好 不仅没有翻还将鳄鱼拉出了水面 随着这条鳄鱼的死亡 两人开始为什么解决这条鳄鱼哭恼 毕竟不可能将其拉上这艘船 这时两人突发奇想 那就是给鳄鱼穿旧生衣 让他在船后面扶着 将衣服绑在鳄鱼的身上后 奇迹发生了那条鳄鱼 竟然就这么跟着两人回到了大船边 回到船边后立马就将其拉上船 两人在费了老鼻子劲后 终于是将鳄鱼拉上了船 而在另一边的布鲁斯 已经在船上装满了大鳄鱼 但他还有一个陷阱没有跑 可现在的船吃水已经非常严重了 他不知道还能不能装得下 但还是不愿意放弃 这个陷阱上的鳄鱼 将其从水中拉出后 发现这条鳄鱼也不小 在将其从水中彻底拉出后 发现这条鳄鱼竟然有着11英尺 这对布鲁斯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如今完全可以帮助拉伦两人 彻底摆脱垫底的位置 而在另一边的拉伦和猪排 如今的收获也不差 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小鳄鱼 反而一只只的巨鳄找上门 就比如眼前的这条 猪排在将其拉出后 发现这条有点难以对付 不仅将船拉着到处走 甚至还差点将猪排拉下船 但好在拉伦突然开了一枪 竟然直接就把鳄鱼给弄死了 但由于这条鳄鱼的体型太大 两人有点难以将其搞上船 但他们就是不想放弃 甚至冒着翻船的风险 将那条鳄鱼给拉上了船 随着这条巨鳄最终进入两人的怀抱 他们完美结束了今日的行程 开始开船返回港口 而在另一边的多利安和丹尼尔 如今不仅得到了丰富的鳄鱼 甚至多利安有学到了一招 但现在两人还有条线路 所以两人不能现在就结束 要将这最后一条带上船 随着多利安将其拉到表面 鳄鱼也开始了自己的绝技 这瞬间就让多利安的压力变大 但好在这条鳄鱼就用这一招 多利安还是能够应付的 甚至还有办法将其控制住 而就这么一个瞬间 在一边的丹尼尔抓住了 直接就送了他去面见了上帝 随着这条鳄鱼成为两人的东西 他们便立马开始返回 迫不及待地想要炫耀 而在收购商达飞加 阿什利和安娜准备清点收获时 特洛伊和泡菜两人来了 他们十分好奇阿什利今天的收获 在看见两人的鳄鱼后 特洛伊简直就不敢相信 他们竟然抓到了这么多的巨额 由于今天各队伍的计划改变 如今所有的排名都发生了变化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节目吧